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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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收到一些朋友的PM 说他们的看法未必跟大伯一样 我明白的 希望无论是我或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经验 希望下次大家做得更好 尤其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有些不是漫迷早晨的节目 虽然都是我自己做的 但不是漫迷早晨的节目 如果我放上漫迷早晨给大家听 以后我会怎样做 我一定会加上一个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漫迷早晨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减低误会的机会 老实说 我们这么少的人在漫迷早晨都有这样的误会 因为球会里面有那么多球员 也有那么多职员 他们有机会引伸到的误会 我相信都相当大的 希望漫迷的领导陈都可以 像我们的漫迷早晨 吸取一些教训 希望可以越做越好 因为球会的确是一个 这几年 这几年都是在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这样去运作 希望我们可以尽快走出这个问题 但有一件事要说的 就是多谢一位朋友 多谢Matthew 因为昨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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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留言 自己读那个group的录音时段 我本身就有事做 所以我本身就打算取消 但Matthew 就很好 其实我有空了 不如我帮你host 所以多谢Matthew 帮我们host 昨天晚上自己读的录音时段 我暂时未做过这条片 但做好了就会放上来 和大家一起分享 OK 大致上是这样 还有说完今晚是会有转的 暂时转都是未有嘉宾 所以我就决定了 既然是这样 我就决定今晚的转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搞定它 大题目是什么呢 大题目就是 和我昨天放过的影片有关 在三建合局 我作为一个球迷的角度 说了我想怎样做 幸好我说了出来 因为说出来之后 有些朋友有些回应 我听了一些的 我听了局部的回应 说真的 支持我的想法 我的朋友 我当然要多谢他们 但我更加多谢的就是 有一些跟我的意见有些不同 一些意见 一些言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无论每个人想法 都很难说完全 100%去周长 想到所有事情 而且我都说了 我是一个球迷的角度 当然一定是有些问题 但多谢一些不同的意见 告诉我 我消化了之后 我又将一些 希望我可以将我的想法 再完善一些 再做好一些 今晚的转 我会和大家分享 听了一些意见之后 我将我在三建合局的说法 再看看如何做得好些 希望大家都今晚留意 今晚的转是没有嘉宾 又是只有我自己一个 跟大家分享一下 再分享多些我的想法 当然啦 即场留言 都欢迎大家给你们的意见 因为我知道 很多朋友都有他们的想法 这个我绝对是相信 尤其是我们在门迷早晨的朋友 大家都很紧张 求会之余 虽然我们未必直接影响到 但我们都会不停地想 求会怎样做 可以做得好些 我都很相信 大家都在不停地做这一件事 所以 我有我的意见 大家的意见 在今晚的转 大家都可以谈谈 尤其是 今年的球费完成了 OK 好 交代了台务的事情 今天有三个题目要和大家谈 第一个题目就是普巴 我昨天在足球头条里提过 Alan Shira 即是英格兰的名宿前锋 舒利亚 说普巴不应该再和球迷搞那么多 亦都说了 普巴是我们万联这几季失败的一个样板 昨天在足球头条里提过 今天在门迷早晨我们再讨论多一点 就是什么呢 看清楚Alan Shira 其实实际上是说了些什么 舒利亚就说 其实球的完结之后 他应该just go in you cannot argue 即是你不能够拗 他就是just go in just go in的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 卡迪夫整个场球结束 你应该直接走入根衣室 就不要和球迷去谈谈 或者不要和球迷吵架 他就说 这个就是奥脱福的问题 普巴这件事 是个样板 这个球会有什么问题 说真的 我不知道是否我看的报导 看不足 这个真的希望各位 如果有跟进的话 希望各位万维给我一些 我现在说的 究竟是否我看漏了些东西 或者有些新闻我错了 据我的理解就是 我们每一季的最后一场主场 都会绕场一周 答謝球迷的球员 OK 这是我们的传统 基本上所有球员都会参与 这样 据我的认知就是 普巴也和其他球员一样 跟随大队去绕场一周 和球迷揮手 都会多谢他们 无论今季也好 他们都会多谢 但是在这个期间 有些球迷指着他们来骂 这样 我的认知 我不知道真是否错 如果大家的认知不同 希望 你可以告诉大巴 你在哪里看这个报导 最好就帮我 让我多看一些不同的报导 关于这件事 因为我也怕我有看漏 据我的认知就是 普巴就没有出声 最多是 或者是 没有出声 就继续去绕场一周 之后就走了 OK 这个认知我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因为可能我看漏了这些报导 我就真的不知道 或者我看不到一个报导 就说普巴有和球迷吵架 我就看到是球迷骂他 我就没有看到普巴有回应 如果我看漏了的希望 希望各位在转之前 可以PM到铃铛 让我多看一些相关的报导 OK 如果假设 这个真的是假设 假设我的理解是 是这样发生的话 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Alan Shurer 会这样说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之前有一两场球 都试过普巴一输了 就立刻走入跟衣室 当时又有人说他 搞错 应该要向球迷致歉 为什么会直接走去跟衣室 我都记得 说真的 如果你问我个人 其实个别的场次 如果赢球也好 输球也好 那些球员是自己的选择 去不去跟球迷说 一起庆祝 或者说抱歉 这是个别球员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传统 每一季的最后一场主场赛事 我们都会擾场一周 那不是曼乱的 启昌跟我说 爱华顿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是一个传统的事情 普巴跟随大队一起去做 当中被人骂 据我认知 我真的不敢说 可能我看漏 他又没有作出反应 或者对骂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Alan Shearer要叫他 应该马上离开 我认为高烟的意思 我认为他叫他直接 去跟随大队 不要擾场一周 我觉得很奇怪 说真的 这是个传统 我也挺肯定 如果他不擾场一周 然后走入跟随大队 他承受被人骂的情况 会更加大 所以我不太明白 Shearer的意见是如何解释 我不知道有没有误解到 舒里亚 如果我误解了 就是说他不好意思 有时真的不知道 另一件事就是 他说 这就是我们曼联的样板 这件事我觉得有点同意他 因为我估计他这个意思就是 其实球会和球迷的理解上 或者沟通上不够 亦都是可能大家的期望有个不同 所以令到现在 曼联的球会是这样 就不是那么理想 就是我自己引申 就是说 就是球会很着重商业 但是球迷当然 着重成绩 所以沟通不够 而且 球会也可能不太听 球迷的说话 所以就令到现在的球会 这样 我估计Alan Shearer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所谓的阳板 就是普巴是一个阳板 我估计是这样的意思 这件事我也有点同意 因为我昨天说的 我作为球迷的态度 我觉得沟仔 或者现在的管理层 也未必是完全跟沟仔一个人的事 我也是那句 一蓝指搞不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也是 可能在沟通上 球会和方向上 应该要多照顾球迷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但这件事我认为今晚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说更多 但这件事件我真的 我很怕自己看漏了 所以希望各位 如果有些相关的资料 尤其是 如果有些报道是说 普巴有同球迷闹架的话 希望你 forward the link 给我的报道 让我看看可信程度有多高 如果是真的 我今晚的转会再出一个修正 如果是我看漏了 希望大家明白 因为实在太多新闻 很难看得光 但我们有这么多朋友 总会有人看到 如果有的话 好 第二个题目 就是说我们的足球总监 这件事 老实说 如果这个天空体育的报道 是真的话 我就真的 真的很失望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天空体育的报道 就说足球总监 这个位置 就是希望可以 曼联的董事会 和那个经理人 中间 沟通的桥梁 所以 大家希望的转会高手 就未必是在 我们足球总监的 工作的简介里面 存在 也说 我们的名宿 Darren Fetcher 废茶 现在是首要的 candidate 很大机会 很热门 成为我们的第一任足球总监 这是天空体育的报道 另外还有几个人选 包括 Paul Mitchell 尼奥菲迪南 和 Dan Ashworth 我真的要评论一下 这件事 老实说 如果天空体育的报道是真的话 我认为这个总监 请和不请的分别是 是零分别 请了不请 唯一做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代罪羔羊的工作 就是说 万一遲些有什么事 他就会成为一个代罪羔羊 木仔就不用再被人罵了 我认为一个足球总监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不敢说全部 十居其九的足球总监 其中的因素 都是要帮忙建立球队 尤其是在马人方面 我当天空体育说的 是真评论 就是说 所谓的四个人选方面 包括费茶和利口费迪南 我当其中两个是同一个类别 就是明宿 但没有管理过球队 没有做过一些球队管理工作 更加没有做过买卖球员的工作 老实 如果真的找了他们两个 即是费茶和利口费迪南 我就当没有请足球总监 你问我 我直接当没有请到这个位 因为纯粹我这样说 如果作为一个桥梁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 那就是Ed Woodward 即是木仔 不可以请个人回去做桥梁 但又没有权利去做买卖 如果真的 除了找他来做代罪羔羊之鱼 我就想不到其他原因 希望各位漫迷 看看你们又想到什么原因 如果真的这样 还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Paul Mitchell 无论是修行顿或议次都做得出色的足球总监 或者体育总监 他现在来比石也做得不错 Paul Mitchell 就会比较接近我们期望的足球总监 以他的经验来说 我们也讨论过Paul Mitchell 所以我不再重复了 因为之前已经谈过 好了 最后一个 Dan Ashworth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熟悉 Dan Ashworth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很有趣 这位朋友绝对值得 也会花点时间和大家介绍多一点 Dan Ashworth 他是一个足球员出身 但他退役后也有参与足球工作 他最有名的工作 就是在几年前 去帮英格兰足总 去重新建立英格兰国家队 当然 我知道卖迷早晨里面 不是个个都是英格兰球迷 但英格兰球迷可能都应该知道 就是说 收夫基带领英格兰球队 他们经常说一件事 就是说英格兰足球 要重新建立他们的identity 他们的身份 其实表面上 很多朋友看面子 就以为 哇 收夫基在英格兰的重建方面 真的做到很多东西 令到英格兰入到世界杯四强 但是 其实实际上 背后操盤 实际上去做一些实际上去想这件事 如何做和实行的朋友 其实正正就是这位 Dan Ashworth 这位 我不知道英格兰当时的位置 总之他类似是CEO 或是general manager 实际上 英格兰国家对这几年的重建 正正就是Dan Ashworth的工作 成就 说真的 熟悉一些英格兰的朋友 可能已经知道了 不需要我多说 但我知道不是各个英格兰球迷 所以我值得和大家提一提 Dan Ashworth 在这方面 重新建立英格兰的身份 以及如何从清分开始做 一脈相承 去将清分的成果带到一队 在英格兰国家队 我们绝对是看到的 因为是他一手 在这个姓George Park 等到英格兰国家队训练 有一个基地 而U队 基本上 在国际赛日 和一队一起去 在同一个地方训练 他们未必是一起训练的 但他们会在同一个地方训练 而且最重要的是 每个梯队的教练 是完全沟通得很紧要的 例如 South基 South基为什么这么快 可以接手到一队 而又好像无防连接 正正因为之前已经在教U23 而所有的U队教练 和一队教练 是经常性要沟通 经常性要 大家要明白到 有哪些球员有机会提升 有哪些球员可以跳组 再上一步 这些大家都完全沟通得好 而且每个梯队都会打类似的阵式 类似的打法的足球 所以英格兰的小将 就算他直接由U16上一队 其实他都明白 他都很明白 他的打法究竟是怎样的 当然质素上 或身体对抗性上 可能不同 但是他们都很明白 这个打法 这个就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一个效果 我敢说 Dan Asworth 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是不是他完全做了 当然不是 但是 他也是其中 专心引线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 这就是Dan Asworth 去年他已经辞职 在足球中 结果曾经有传过来 曼联做足球总监 不是没有 记不记得 我当日做回顾都发觉 记得起了 我们季初都说过 请足球总监 当时Dan Asworth 是其中一个人选 但结果我们没有请到人 结果他去了百里顿做足球总监 据我认知 现在这一刻 他也是百里顿的足球总监 我不知道百里顿做得好还是不好 但百里顿虽然刚刚炒了他们的领队 我在足球头条也有提到 炒了他们的领队 Chris Houghton 但是 他们是球会历史上第一次 连续三届 在英格兰最高组别的球赛比赛 这个在百里顿我真的不熟 我不知道与Dan Asworth 但Dan Asworth 在这个重建方面 的确是有很好的track record 老实说 如果你问我足球总监的人选 如果是Dan Asworth 或者是Paul Mitchell 起码他们两个 Dan Ashworth在重建方面 Paul Mitchell在转会方面 都是一个精英 也有往迹给我们看到 我也说过一次 球员 一些新的球员 我赞成的 领队 我们现在都选择了一个比较新的领队 在足球总监方面 就一定要选择一个有经验 因为如果球员、领队 和足球总监 都是没有经验一张白纸 或者经验比较浅的话 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足球总监和领队 这两个位置 我自己觉得 其中一个位置一定要有经验 另一个位置用新人没问题 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有经验的领队 例如之前的摩尼奴 反而足球总监 我就觉得可以拼请一个新的 未必有那么多经验 现在就是调转 因为Societa不是那么有经验的领队 所以足球总监我的要求就比较高 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 当然我希望 也希望听到其他 各位曼迷早晨的朋友的想法 因为当然我都知道 这是我个人意见 我不知道 可能是很不周全都未顶 但是我真心觉得 如果有两个位置 说真的 有时候两个位置都很有经验 又会有些争取 又有机会有矛盾 所以足球总监和领队这两个位置 最好一个有经验 一个新一点都可以 但我甚至乎觉得足球总监有经验 是比教练的更重要 如果你问我 第二件事关于足球总监 最后一件要和大家交代的 就是这个开会门事件 什么开会门事件呢 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 回一回带 这是第一天的事件 这里有三宗新闻 两宗是太阳报 一宗是Metro 我就在我手机开了 因为我不想 我怕我手机 我的电脑受不了 所以我就在手机开了 就和大家说一说 第一件事在5月 先看清楚 因为现在在订阅我的手机 等一等 在5月2日 太阳报的独家报导 就说修斯一查这次一改平常 在打完卡迪夫城那场球 之后的一天 即是星期一 即是昨天 就叫所有球员回去开会 叫Debrief 即是说 检讨会 检讨一下今个球季 究竟为什么要踢成这样 诸如小女 之后 在昨天 是否是昨天 看清楚是否是5月13日 没错 在昨天 太阳报又再出一个独家 独家就是什么呢 独家就是说 宋斯一查太生气了 他没有说太生气 我先看清楚 不要冤枉他 我先看清楚 是的 Furious 有说 Furious 就是宋斯一查太生气了 所以取消了这个赛友检讨会 两件新闻 都是太阳报的报导 都是根据他说 是独家的 OK 好了 第一件事 基于这个太阳报的报导 如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记住 我现在说的是 如果太阳报的报导是真的话 就是说什么呢 蘇斯一查明明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说 他叫了球员回来 平时就不用 平时打完全球就可以了 拜拜 大家 但是不会 今次就要检讨 我曾经评论过 这件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就是证明了 给他和所有的球员听 我们今年是很特别的 我们一定要检讨一下 今年究竟是如何 亦都很好一个机会 让宋斯一查可以和球员 在临去放暑假之前 好好沟通一下 究竟说明年是如何 这个我绝对是贊同的 我当时也贊宋斯一查说这件事 不止的 宋斯一查做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 他说 如果暑假回来之后 没有状态的球员 我不会带他去季前二身赛 这件事 这个拆开了一点点 这两件事 无论是要开会 检讨一下 或者是他说 如果你回来没有状态 我就不带你去季前二身赛 这两个动作 我觉得都是要建立他做领队的威信 是一件好事 我两件事都会贊 好了 到了昨天 如果这个会取消了的话 无端端因为输了 而取消了 就真的要罵蘇斯一查 如果假设是真的 为什么 明明你这个会 是希望可以 国立到威信 和诚意地 和球员沟通 哦 因为输了 就取消了 就是说你做错了事 反而做少一点 如果 这个会是比平常没有的 加会 是不是做多了工作 哎呀 原来我做得不好 反而可以不用做这个开会 这个站在管理的立场 是否一个很错的信息 我自己就觉得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OK 所以如果 如果这件事 根据太阳部这两个 所谓的独家报道 是真的话 那我觉得 苏斯一查在这个 情况方面 就做得非常之差 处理得非常之差 因为 明明你说了一些 是希望 大家多些沟通 希望 大家都真的诚意地 去在赛季之后 检讨 但是突然间 因为输了 就不做 好奇怪 我觉得很差 如果是真的话 苏斯一查可能就是 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因为他在记者招道会 或许多公共开场合 他都觉得 沟通很重要 如果因为这样 取消了会 他觉得 沟通不重要 OK 以上所有的讨论 都是基于 假设我完全相信 太阳部 两个所谓的独家报道 OK 记住大家 记住这个情况 好了 总之 我不能透露太多 有两个疑点 有两个疑点 OK 2.1 就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看到下方 就是画面那里 下第二段报道 METRO的报道 第一个疑点就是 这个报道 又是不知道真是假的 但是这个报道 如果是真的话 就和太阳报告的报道 有少少相关 就是什么呢 马达 由于他未续约 我记得 我记得 自己留言group 那里 我记得 我记得 总之 有万迷报料 就说 有人看到 有些万迷 找马达签名 马达 问他会不会留下 马达 看见到你 马达 又是零零头 这是有万迷报料的 但是原来 根据METRO的报道 就是说 马达在打完那场球 之后 就去了 Ed Woodward的office 我今早在足球头条 也有略获说过 没有说哪个球员 后来我看清楚 原来就是马达 根据METRO的报道 马达在赛后 就去了 牧仔的office 谈续约的问题 OK 好了 即是说 就算那天踢完球 已经有球员留下 就和高层聊天 不过 那个就不是蘇斯克查 就是 马达 那就是牧仔 那我就有理由相信 有理由相信 太阳报那些独家料 就不知道 是否将这件事 误会了 是蘇斯克查的call会 OK 另外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这个我真的不能说太多了 我能够透露到的话 就是什么呢 昨晚我说完一个电话 那我就认知 可能的 可能 可能 是真的星期一 又会开 但是 有没有预求完这件事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OK 但我只能透露到这么多 我不能够再透露更多 OK 所以 刚才我所说 我评论这件事 如果 太阳报所说的两个 叫做什么 独家资料是真的话 绝对要骂的 蘇斯克查 真的 因为明明自己说好了 因为对Portech得不好 而cancel 这是管理上高的 基本犯错 我可以这么说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是 当我多看一些 例如 Metro的报导 和我昨晚聊完 那个电话之后 我就觉得 其实这件事 可能是有些 混淆事听的情况 出现 OK 但我没有证据的 我真的没有证据 所以我不能够 跟大家说 肯定是太阳报对 或者 肯定是太阳报错 我真的不知道 我纯粹只能够说出 我看到的事实 就是太阳报的两个报导 Metro的报导 以及能够透露部分 我昨天说完电话之后的感觉 真的没办法 我都很想知道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 因为这件事 对蘇斯克查来说 是看到它的管理能力 但是很可惜 我们只能够作为球迷 我们就不在卡令顿里面工作 所以我们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狐狼 但是根据我的资料搜集 我对于太阳报这两个 独家报导 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我只能够说的就是这么多 OK 好 今天也差不多了 今晚会有转 再说一次 由于到现在 都未有嘉宾想说 有什么题目说 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 今晚的转 我会自己做的 也会继续说一下 我对球会的想法 究竟所谓的改革 或者是听了一些意见之后 我会怎样 去微调我的想法 去令它更加完美 而今晚 我相信今晚 大家都会有很多意见 我都会继续 大家除了文字讨论之外 如果想声音留言 都可以 今晚的转 因为都只有我自己一个 所以 没问题的 可以声音留言 自己留言 自己讨论的群 OK 所以令到大家有一些误会 亦都令到我觉得 有些人生攻击的嫌疑 所以令到我 说真的 万迷早晨 第一次要禁止 我绝对是一个最大的责任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我都会经过今次的事件 学习到的 希望下一次会做得好些 两件事 包括 上载一些非万迷早晨节目 折录在其他节目 但其实都是我说的 事情的时候 我想我会小心一点 第二件事 我会说 在评论 那个留言 是不是人生攻击 或者是不是 这个叫做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歧视的话 我今次有了经验 下次我相信我会做得好些 真是不好意思 OK 大致上是这样 今天这集节目就是这样 今晚的10点 转的时候再和大家聊天 说晚了 拜拜